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博物馆30日向公众开放 吸引了众多民众前往参观 博物馆内专门设置了影星李小龙展区 并且陈列了艺术家黄奇耀创作的小路斑笔原始画稿 影厅内还可以观赏到导演李安的作品 以及影星黄柳香的影片 30日上午耗资4亿8400万元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博物馆 举行了剪彩仪式 博物馆馆长卡拉玛尔致辞时表示 这一博物馆是为了洛杉矶而建 也是为了世界而建 卡拉玛尔感谢建管团队的努力与奉献 洛杉矶市长贾希提应邀出席了剪彩仪式并且致辞 他代表洛杉矶全体市民祝贺这一博物馆的落成 影艺学院博物馆的展览包括 电影艺术 宫崎骏 电影之路理查德鲍尔的收藏精选 背景 隐形的艺术 此外还有华美银行支持的奥斯卡体验馆以及电影院等等 在所有展览中 电影故事是博物馆的核心展览 占据了博物馆的三层展厅 策展人以沉浸式的展览向观众展示了 昔日的影片以及服装道具等等 在电影故事展中 策展人专门开辟一处李小龙展区 向观众展示这位华裔功夫大师对好莱坞的贡献 这一展区展示了李小龙功夫影片极锦 以及难得一见的李小龙影片海报 展区内还展示了李小龙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使用过的一支双截棍 李小龙凭自身的功夫与演技 让好莱坞改变了对中国人的感官 在动画片展区 有人可以看到陈列在那里的影片小龙奔比的原始画作 再现了华裔艺术家黄奇耀将中国水墨画风融入迪士尼动画设计的过程 黄奇耀是早期华裔移民的典范 他9岁从广东台山移民来美 但是因为排华法案被扣押在旧金山天使岛移民居留站长达三个星期 才得以与父亲团聚 在影厅播放的视频中 人们还可以看到早期华裔影星黄柳香的作品片段 以及华裔导演李安的影片《卧虎藏龙》的片段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博物馆是全美最大的电影制作艺术 科学与电影艺术家的殿堂 展馆空间达5万平方英尺